来到积极休斯顿房屏,我是积极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房子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大一层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大一层 但是这句话我之前的视频说了好多次了 因为之前视频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这套嘛 那这套房子呢是一个70个尺宽的 也就是说房子越宽就代表它这个房子就会越贵 70尺宽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宽具了 那70尺以上有80尺,有90尺,有100尺,有110尺 可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大型社区最多就盖到90尺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社区呢叫Cross Creek Ranch 这个社区最多盖到100尺的房子 100尺的房子的话那就是一个全定制房的概念 我们今天看的这套大一层是一个3700多尺,70尺宽 这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报价不会特别的低 那现在它的有一个准现房的报价是77万多美金 可是呢这是因为现在的市场确实不太好 所以建筑商纷纷有降价 如果照以前价格非常高的时候往上冲的话 那这个价格就真的会比较离谱 像这样的房子可能就冲到100万了 现在在市场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又是一个年底 谁都不知道明年的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建筑商但凡有新房的现房有inventory 他们都很想赶紧卖出去 如果再不卖出去就有库存税要缴纳 明年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现在把这些盖好的房子都卖出去了 大不了明年我不盖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恰好就有一个77万左右的一个县房 并且它是南北朝向的 也就是门朝南窗朝北这么一个朝向 我们现在看的这套呢 大一层在的这个cross current 这个小区的学区是有新学校 但是目前来看大概都是全A类的学校 如果您对这样的大一层感兴趣 那这个跟我走近看看 这个房子是Newmark 这个建筑商的一个大一层 它有3768尺 四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 它一共有三个车库 但是有的地块特别大的话 可以再多加装一个 也就变成四个车库 可是不是所有的地块都可以这样的 我们今天看的呢是一个样板间 所以您看到的铁翼的双开大门 是一个加装项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的欧洲项目 实木地板也都是加装的 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我们只是要给您展示这个户型而已 这是一个超级漂亮的空间感 非常好的大一层 这个房子的挑高有挑到16个feet 在最矮的地方 它也挑到了13个feet 所以呢 这个房子整体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空旷 非常的open 一层一点都没有压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主餐厅 那这个地方 它的主餐厅客厅连在一起 所以你就感觉这个地方的空间感非常的好 我拍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家具 由于空间太大 家具都会变小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窗户都是黑矿的黑边窗户 这个黑边窗户也是一个家装项目 也就是说可以不选黑边的窗户 选普通的窗户 黑边窗户的家装可能要两三万美金 现在有一个线房 像你现在看到这个倒台 这个地方呢叫waterfall 也就是说 也是一种家装的 就是把倒台的边缘也包围起来 现在看到的炉灶也是升级的一个炉灶 正常的普通炉灶的话 就是一个五头或六头的三十六的规格的普通炉灶 现在有一个基本上要盖好的同户型的房子 它的报价是77.4几万美金 这是其中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套间 它有四个卧室 然后还有两个客厅 所以住起来非常舒服 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 我看过的在七八十万美金左右最漂亮的一层 就算是我们之前有卖全定制房的那种 二百多万的大一层的房子 挑高也就是这样走 我是不是在客厅待了太久了 那现在就带大家看另外的房间 然后旁边的这个房间呢 它是一个活动室 你可以在这儿打麻将喝下午茶 活动室的旁边是一个放映宾 所以这个空间完全就是一个娱乐的空间 一般放映厅是地毯的配置 那您真正的房子的放映厅 这个地方会有门 但是样板间的展示 为了让你感觉空间感更好 它没有装门 放映厅其实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再去旁边 就是到了主卧了 这边就是主卧的空间 依然非常高的挑高 现在看到的床是一个两米的床 像这样的房子 这个采光啊什么的 你基本上就是完全不用担心 任何的朝向 它的采光都会非常好 然后呢 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是双开的门 并且很宽 看这个感觉 我现在的镜头是66度 所以你就知道 我镜头转过来 非常的宽 马桶间 看特别宽对不对 只要这个房间坐的宽 你就感觉很大气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衣帽间 说实话 这个房子衣帽间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规格 并没有很大 衣帽间连着的是洗衣房 这个地方应该放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柜子是家装升级项目 也就是说 这个不一定你的房子 会一定有柜子 然后再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到了车库啦 我们就不去车库看了 因为这是样板间而已 我们再穿过来 就穿到了门口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有一个吧台 吧台也是一个升级的项目 然后再往外走 就是主餐厅 就这样 从一个小门那儿 就穿到了大门口 我是想慢慢地 尽量让大家看得到房子的构造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种一镜到底的视频 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留言告诉我 也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点个关注 您对我的点赞 是对我坚持下去的 最大的鼓励 在这个旁边是书房 样板间有个特点 就是它不会放窗帘 那这样子的话 你会觉得每个房间 都很透透很透亮 但是大多数时候 您住进来的之后 你怎么也得安个窗帘 对吧 这种挑高的感觉 我们现在再往里走 因为里面还有两个卧室 这边有两个卧室 它每一个房间都是套间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就不要让它们 要是怎么办 我不会放在那里 就会让它们 放在那里 就会让它们 连着 这个旁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现在变成Sales的办公室了 然后它也是一个套件 所以我是觉得一层也有别样的 非常好看的感觉 也不是说好看的别墅都一定是两层的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社区 Cross Creek Ranch 这个社区当中最便宜的房子 可能有40多万美金的 最贵的大概就是在200万美金左右 所以在这个社区当中 你买如果买这样的房子 就是一个70到80万区间的话 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区间 那因为有的社区的房价 或者是它的高端程度 达不到某一个程度 那你买七八十万美金的房子的话 可能就会是社区的 比较高的那个阶段 基本上买房就是 宁做凤尾不做鸡头 但是如果你想买的是 二三百万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休斯顿的 凤头 我们现在就着重看一下社区的感觉 我们现在就着重看一下社区的感觉 Cross Creek Ranch 是休斯顿第二大社区 整个社区的档次非常的高 由Johnson开发 这个社区目前为止 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的所有的新房子 也都是他们最后的几个区块 社区里面有140英尺高的大滑梯 有好几个水上乐园 供孩子玩的这种小喷泉 或者是Lazy River 社区的环境特别的漂亮 光绿地 光绿地 植被 湖泊 等等就数不胜数 因为主打的是家庭社区 所以孩子的教育和孩子的玩耍场所 被列为了最重要的发展环节 所以你看泳池 有竞技泳池 有滑梯 有娱乐泳池 狗狗的公园也都这么大 依照天然的地势来做的天然湖泊 周围挨着湖泊 建了很多的湖景房 社区里面有健身房 有网球场 只要是社区居民 就可以免费享用 有6500平方英尺的健身房 还有很多的健身设备 目前整个社区的学区属于老卖学区 老卖学区的学校都是新建的 从小学中学到高中 都是新建不久的学校 现在的小学中学和高中的评分 大概都是评为A级 可是由于学校的历史不是很长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买家或者是家长 也会有一些担心 但是一般比较高端的社区 由于它的税收的也比较多 所以学校很有钱 能请得起更好的老师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 这些新的高端社区的学校 以后都是非常不错的 社区里经常举办一些居民的活动 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 社区附近的一些餐厅 还有一些商业中心都已经完善了 超级沃尔玛 H&B等等的超市也都已经建设完成 所以整体来讲 Cross Creek Ranch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社区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大型社区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社区的所有的房子了 当然了 Cross Creek Ranch的地税也不是很低哦 是3.2的税率 大家都知道我们休斯顿的税是按评估价格乘以税率的 所以不是你买七八十万的房子评估价格就是七八十万 而基本上七八十万美金售价的房子的评估价格 大概可能在五十到六十几元区间 你喜欢Cross Creek Ranch吗 留言告诉我 我是GG 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